大家再帮我捋一下 就是各自的作案的动机 首先我早就发现 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于是我用太黑这个方式 已经开始在揭露 他的所有的罪行 同时他在追杀我 所以我有保护自己的要求 我以为我只要保护好自己 再慢慢地继续揭露他 我就能够把他扳倒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他利用我侧的星象 要做一个假的所谓 是这个改朝换代的 这个天象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我知道 他今晚会有大动作 我今晚必须要杀杀他 于是我就做了一个 我自认为很巧妙的时间线 让大家觉得 他是在第三轮之后走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第二轮要去动手的时候 我在九点十二分上去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死掉了 于是我就没来得及动手 这就是我的所有时间线 以及我的动机 清楚 明亮 我的动机就是 把我百姓平安 不想上火再骑 荡尽天下不平之时 就是他这一步的目标 怎么实现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下一步目标 是要拱起战士 而你本身的计划是 黑灯的时候 你用你的锈箭把它射死 对 首先他灭了我的国 第二他还害我 再间接地把乔的父亲给害死了 然后我已经发现了这个机关了 你本来想借刀杀人 对 我就想说如果这个事情在我之前发生 那就太好了 如果万一他没有中这个剂 你还有别的备选 对 我还有一个备选 就是我自己的毒药 明白 世子 我的父亲被冤死了 你很乐险 他对我来说是有杀父几仇的 在林最后这个上缘节的前四天 我发现了他居然有谋反的这个心态 然后又要架害杜美军 那么就家仇国恨 我是肯定要动手的 所以我会用那个火箭标 设计是在他点灯 和他就是用火折子的亮的时候 确认就是他 而且就是可以动手 那请问在这种情况下 他约你八点五十去 你就去了 我得去 就是你不能露出你的这个 所有的 你要杀他的这个行径 大 我就是两个最直接的 一个是我恩人的仇 就是我们大医师 因为之前那个害皇上的药膏 查出来是他在乡下的 所以是恩人的仇 还有就是我这个 童年爱人的安危 因为他马上就要给卖到 所谓另外一个国了 所以这两个是我的杀鸡 我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用软件 软件 软件 我用IT这一门 我上网我收到了一个软件 然后我安装这个软件 然后没装好 然后马上就卸载了 然后因为 我听见后面有脚步声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你也没看见人 就是没有看见 凶手首先第一点 他知道五十 乔世子会危险 不是他知道有机关这件事情 对 所以当真离开雅座 去花园的时候 他掀开帘子 进了房间 解掉了机关 然后再离开 离开 要离开 因为五十的时候 乔进到房间里的时候 房间没有人的 所以当乔看见没有人之后 他走了之后 这个人再掀帘子回到这个房间 所以他当时就是躲在旁边了 对不对 因为其实这个旁边 是有空间可以躲的 对 那个旁边那个地方 地上有叶子 什么叶子 就是旁边花盆的地上 有很多叶子 这个地上的叶子 是不是有点奇怪 就说明有人在那 进出过的意思 当乔走了之后 于是他再掀开帘子 回去把这个机关复原 而这个时候 因为门已经打开了 于是真自己留的记号 就是这个 是杀桥 已经落在这 他知道有人进了 所以他推开门 将会看到桥的尸体 然后他就喊起来 怎么胡国人用他们的 秘密的机关 杀死了我们的桥 柿子 然后他就开始要喊 结果没有想到 一打开门 啾 三不 登登登 死在那了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时间点 应该是在 就是五十之后 我如果有一个问题 我如果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那个 雅座的那个地方 发现的那张纸 就是一个探子 写给他的吗 好像是把他约出去 所以我现在在想 他是 因为有事要出去 还是说他自己去躲 世子去找他这件事情 这个是一个巧合 还是说 是真宰相给自己找了一个 为什么我约他 那我此刻又不在的理由 因为如果回头来 朴死了 然后你就约了他 他也给自个儿 做一步的两条苗 对 因为最后桥上去的时候 是八点五十 然后到九点十二 你上去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所以他的死亡时间 我们暂且就定在 八点五十到九点十二中间 对 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段 你们各自的时间线 八点五十准时到达雅间门口 敲门里面没有任何动静 然后登迷的时候 你第二次离开是什么时候 那是九点十分以后 你干吗去了 我去上厕所 我喝了很多酒 然后呢 九点二十回来了 九点二十回来的 对 我是八点四十二到八点五十二 去了洗手间 我洗手间在那个位置 大叔背后 对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进课堂的时候 看到了回来的桥 那是第一次 就是我从那个 八点五十二 等于你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刚好遇到我 我们俩一起进到课堂 然后九点十二的时候 我带着我的膝门吹针 我上去要动手 结果没有想到 一开门 发现他已经趴在桌上了 而且嘴唇发黑 我一看他的鼻息 已无呼吸 我就哇 居然有人在我之前 干掉了他 但是呢 我还是做了这个 不在场证明 在三轮之后 我把提早时间又换了 嗯 明白 张 我是在八点四十七 一出门取酒水跟花生 然后八点五十五回来 在课堂门口跟欧香玉 等于现在他有一个 四十七到五十五的时间 说不清 嗯 我是八点到九点五十 我出去的两次 第一次时间是 八点四十三分 到八点五十五分 到八点五十五分 你是去干什么了 你是去干什么了 我去赏灯了 我去赏灯了 有人看见你吗 人呢 没有 那我想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 因为只有你现在是明确地知道 那个机关 如果真全程都没有在死在这个机关下呢 我就会在举杯供饮的时候 假装给他敬酒 趁他不备在酒里下毒 我能问一下那个欧吗 就是你没有上去过这个地方 我有 因为那个第二轮登迷 答题开始的时候 河八斗先出去了 我内心想的是 他是不是去布置机关了 所以我就想跟过去确认一下 所以八点四十三分 我离开的课堂 然后来到二楼 那雅座的帘子当时是放下的 我只能在门口探听 如果里面有人 你不能掀帘子 对 门也不能开 对 所以你只能听 对 你能听见什么呢 你用什么来确认 他里面机关安好了 或者已经动手了 或者已经有人被杀掉了 你确认什么呢 我确认他是安静的还是有人的 但是我确认没有人在里面说话 只有里面有动静 那你没有在等吗 我没有办法等 如果有人路过怎么办呢 那就是你 只是确认里面有动静之后 你马上就下来了 对 我就听到里面有动静 就我不确认是和还是真 然后第二轮答案收走之后 除了和八斗 大家都纷纷离开课堂了 我路过雅座的时候 听到没有动静了 但是我还是不敢先帘子确认 所以我就不管了 反正十点我就会知道他死没死了 桥后面就没有动向了 你没有任何的举措 没有 你也不想动手 还不着急吗 因为我紧迫的是陈北军的这个回信 你不是还得在击鼓之前干吗 击鼓前杀掉他就可以了 用飞镖对吗 对 其实我的时间线非常重要 因为我的时间线里充斥了 就是我看见所有人的一些 旁观的 在8点40 就是8点49的时候 和八斗 欧花奎跟张百万相续 起身离开了 到49的时候 乔世子也起身离开了 然后20点51 我就往这边走 我要去绑我软件的时候 我突然听见后边有脚步声 然后我假装看月亮 然后我就看一看 就是这样 然后就混过去了 听到脚步这个很重要 他51上见听到了脚步 你能再说一下 51上见的时候 是怎么听到脚步的吗 我来了 反正我就听见一阵脚步声 赶紧停手 装过看月亮 好吧 就是这样 但是你没有办法确认 脚步声是男是女 或者是谁 对 没有 你在这儿看月亮 那欧说他来赏灯 你们俩没法互相认证 等于你想 就是51到53 等于我当时就慌了 看看看看之后 等于就没过两分钟到 五三分我就回去了 事实上也没有人证明 他在这儿 49到52这个期间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在外边晃悠 对吧 全部都在外边晃悠 居然没有 遇到 现在是这样的 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院子 所以它的观景区和库房 是绝不可能在一起的 库房放久的地方 也不可能跟别院也就厕所在一起的 所以这三个地方其实隔得很远 包括二楼跟客堂都有距离 它就相当于不是转头都能看见你 对 所以它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那么也就是说 大不太可能是它49 最后它才出来 所以不太来得及解这个机关 是的 如果它要弄那个机关 它不要在桥之前上去 但桥是先出去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在之前弄 所以我感觉应该把大可以拍出了 我的时间非常适合去解开机关 保护桥的安全 但我来不及还原这个机关 然后让这个针回去的时候被弄死 因为我第一 52本身时间来不及 而且52分 我从别院那回去课堂的时候 我跟桥相遇了 对 所以它从那上面下来的时候 跟我在这相遇的 所以我不可能在它后边 还又在它前面跟它相遇 桥不太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时间线 如果桥没撒谎的话 其实你的时间上也是不能够完成的 是啊 因为我的时间很短 我就进去看 没有人走 就三分钟吧 你知道吗 它唯一有可能就是 它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它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它不用进去解机关扣机关 它直接从外边 把那张纸拔下 扔到地上 让真觉得我进去过了 是的 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呢 它怎么知道这么厉害的一个东西呢 那现在逃掉你们的话 剩下的时间 就是我跟张百万的时间 是最准确的 对不对 是有可能的 而且他们俩就像我们第一轮讲的 你们俩就住在这儿 你们对这儿的环境 所有东东都非常熟悉 我觉得欧比较不利的是 他知道这个机关 说说不是自己的原因吧 对你们俩变一下吧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完全想不通 我为什么要这个理由 因为我原本的计划太好了 你看本身那个地方是有 十点宰相会下来 宣布投筹的时候 刻意做的一个 吸灯一分钟 我要在那个时候利用黑暗 这个东西是我亲手安排的 那个东西对我来说 是最安全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的嫌疑就比较大 因为他现在是父辈受敌 他现在两面夹击 他是比较绝望的 因为他拿捏在对方手里 而且他没有退路 是因为他的家人 但是我完全没有必要去 采取这一套 就第一我不知道 然后第二 那上面那么明显的一个 一个指向性 就是他本来就是为了栽赃我 我怎么还能让它继续发声呢 也有道理 因为我没有你们 那么大的紧迫性 现在有一问题 因为按照他们俩人说 都是在五十一左右 都在这个区域 可是恰恰这一点 实际争不上 栽赃在神经线上 是有可能受谎的 我是觉得说有一种可能是 一个在真身边的人 就是大 因为他是有可能知道 所有的事情 比如说他约他 他的行动线 他怎么布置这个机关 因为他是他身边的人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想不出 欧是怎么知道 他八点五十约了这个 对啊 瞧的 因为我没有契机 可以知道他想要杀谁 那每个人的时间线 其实也都有合不上的 对吧 然后每个人的动机 也非常明确 嗯 那我们就各自捋一捋 然后就准备投票吧 加油 对吧 好 加油